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月下旬迎来倒计时的100日 2024年广州中考虑都从今天开始接受报名 考生家长在填报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们先看看 按照教育部门的安排 2024年广州中考的报名工作 将从今天开始持续到3月9日下午6点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登陆广州招考网进行填报 根据往年的情况很多考生可能大头虾 登陆了之后它改了密码之后 可能会很腾肌发现不记得了密码 这里就要提醒考生一定要绑定 长期正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方便接收这个短讯 和可以重置找回密码 值得注意的是中考体育的科目选择 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一并填报 老师建议考生在填报的时候 要和体育老师提前核对 避免填错选项 还有一点就是考生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 支付完成之后 其实我们的报名才成功 如果立即没有显示成功 大家又不用太紧张 刷身一下如果支付成功 证明我们的报名就已经成功了 广州市招合博强调 对于未参加中考的考生 是不能参加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乐取 所以初心的考生 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报名 从今年开始 广州中考还实施新周期体育考试方案 增加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三小球 以及引体向上、平行梯、圆垂、攀移等五个项目 学校方面表示 只有小部分的学生会改选新生的选项 而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跳绳、足球和长跑 你比如引体向上 可能男生有个别的能力都比较强 他一上去就可以拿满分 这个问题不大 那就肯定报 至于女生平行梯的攀移 可能有点难度 所以基本上女生就不会报这个 按照网件的考试安排 中考体育将会在五月初进行 近期 行校将会根据考生选口的项目 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训练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组 这个组就包括在我们上课、大课间 或者是放学后都可以进行一个强化训练 虽然我们不赞成临急抱佛脚 但你说对于中学生来说 三个月时间 其实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强化训练 让自己的运动能力可以提升一个档次 但这样也要看饭吃饭 始终中考不只是考体育 还有其他科目 科科都要临急抱佛脚的话 可能顾及的难度都会挺高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 要珍惜体育中考前的这一段 是可以打正旗号来锻炼的日子 勞日结合 效率会更高 而另一班同学 就是在今天开学 他们是广州市老年大学2024年春季学期的同学 据说为了要增加一些仪式感 这班长者学生还专专准准备了台节目 效果不用说 几乎达到专业水平 这班纳依行着Catwalk迎面而来 气场十足 完全看不出他们樱然过花甲 而在旗袍表演中 班纳依卖着整齐的步伐 不断变换阵营 灵活得来又不失优雅 活动中还有粤剧 唱歌舞蹈太极 精彩节目轮花上阵 吸引了大批新学员前来围观 大家的手机摄影机 拍到根本停不了手 连在楼上上货的公公婆婆 都忍不住迈去窗边抽热闹 现场钢琴 声乐 和各类瑜伽 舞蹈课程 都十分受欢迎 新开设的形体拉丁班 更加是人气爆棚 一 二 收回来走 三 四 我们打开一点点 对 很好 一个锻炼身体 第二个更加愉悦 每个人的心情比较开朗一点 据统计 幽州老年大学的春季学期 共开設了近两百个专业课程 学员数量近两万五千人 为了满足学员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这个学期 学系都新增了非洲股 长者生活法律常识 中国民族文化 学英语了解广州等等的特色播成 等老年群体 提高法律意识的同时 也都可以深入了解广州的历史文化 记住称呼不是什么公公婆婆 他们叫哥哥姐姐 心太年轻 他就是年轻人 特别是那些好学的哥哥姐姐 不是因为他们不适宜 是因为他们依然有学习的热情 这些才是人生智慧 特别对于现在的 有预备考的大中小学生 你看看这帮哥哥姐姐 为什么退休之后依然保持学习 是因为懂得越多 越想懂得 学习可以是一种享受 春节之后 其实也有数据看 广州有医院公布数据 就说从大年初一到初八的八日时间里面 是有五百多个龙BB出生 当然我们说这间医院 它不单只是一个园区 但数量依然很惊人 多了新生儿 父母自然就要找月嫂帮忙 或者再不是要光顾月子中心 这些行业的生意是不是会很好 那就要问问了 我们记者走访了广州市的部分家庭机构 发现有月嫂的党期已经排到年底 上周十点 在广州月秀区得正中路的这间家庭机构 门口 前来咨询的人还未算多 不过机构负责人就说 近期预订月嫂的街坊 比往年同期都多了 月秀区的另一间家庭机构 都有类似的行程 有验来人士表示 其实早在去年第四季度 月嫂的订单量就开始逐渐上升 接后订单增长率去到50% 有龙妈甚至已经预订了九月份的单 月嫂抢手 价格自然都水涨船高 月嫂市场供不应求 吸引了不少人入行 除了月嫂市场 月子中心的预订同样火爆 目前有月子中心 已经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 我们这边一共是二十一间房 然后从现在三月份到五月份 基本上已经是满的了 那我最近跟同行交流 我们现在就是说最早的订单 基本可以订到十一月份 新生怡的照料市场 传统来说 年头本来不是旺季 因为按照数据统计 每年的秋冬季节 会比较多新生怡 因为时光对应十个月前的天气 温度又会低一点 人又会浪漫一点 外出活动又会相对减少一点 专心生育的人又会多一点 换句话来说 如果三到五月份都排满了期 入秋之后 再去找月嫂 找月子中心 升价的可能性就不会小 那么远的事 到时就算了 看回今天 今天是全国第六十一个 学雷锋纪念日 为了弘扬雷锋精神 和志愿服务精神 广东省多地开展了 认识多样的主题活动 我们又去看看 我自愿加入雷锋车队 向雷锋同志学习 向雷锋同志学习 今天上午 广州的士雷锋车队正式成立 这些队员在队旗下装严宣誓 开了二十四年的士的荣文峰 曾经在一年半时间内 五次收到乘客的感期 并多次建议勇为 被评为广州好人 当时要成立雷锋车队 他第一时间报名 首批雷锋车队成员 是从近两千名出租车司机里 乱选出来的 不单止技术好 服务优 而且近一年内 零违章 零投诉 雷锋车队首批15架出租车 在车身上都调有统一的标识 他们在马路上 见到市民有困难的话 会主动提供帮助 日前团省委联合各单位 也发动志愿者 开展传闻爱陆直陆户陆行动 同时发布上线六尾青年林小程序 发动青少年认捐认中自己的一棵树 这个小程序 已经上线超过500片青年林 5.5万棵树 供全省青少年认中认捐 广州多个消防救援队 在今天相计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增城区的消防员 在养老院为老人家剪头发 整理内务 打塑卫生 在越秀区 消防志愿者 入户对核区内的独居长者 困难群众家里的用电用器 进行安全排查 护行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梅州超领 志愿者服务团队 就为市民提供无偿献血 疑诊 疑展等丰富的志愿服务 最近这几天天气是暖了一点 可能广东的老友宁愿继续冬 因为一回暖就有回南天 而且今次的潮湿程度 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有人甚至家里一晚已经变了水廉洞 你说除了开秋湿 好像又真的没什么办法 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汽涨部门预测 从明天开始 有一股冷空气再次影响广东 到时回南天都会有所缓解 但我们更加知道 哪有那么笨 为这样代价会凍多少 回南天杀到 社交平台无意中成为了最潮湿的地方 要论夸张程度 先是有猫咪舔墙壁上的水来饮 然后到薯片变成浴片 大班到家发现一包没风口的薯片 最后就是天花板变成水廉洞 在广东 回南天其实每年都会遇到 只不过今年的强度出人意料 来自天春的留女社 今年適合到惠州生活 对潮湿并没有太多概念 他说昨晚拆过空气潮湿 还特意将门窗打开通风 结果一觉睡醒 就见识到广东回南天的可怕 回南天我都不太理解 我说有那么严重 然后今天我今天录了个视频 给我的朋友发过去 我说你看就是广东这边的回南天 我们家的墙面的水汽 玻璃上的汽 包括地面池装都是湿的 回南现象主要是由温暖湿气流 遇到冰冷的墙体地面 继而产生水珠导致的 因此关空门窗 也是居民对付回南天的最常用招数 冷液碰撞还会导致霧气出现 佛山在前夜深夜 发布了2024年首个大霧黄色预警信号 佛山市气象台封面表示 这次的雨霧天气主要和南风加强有关 而回南天的真正救星 其实是冷空气 大家再出来忍一忍 明天救星应该就会到了 到时候随着冷气冷下 北风加大 那个回南天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温解 所以在广东 空调除了制冷之外 它必须要具备两个功能 就是抽湿和负热 这两天不断抽湿 明天开始可能又要负热 断过后 然后制冷又会上场 所以说选空调 当然选择广东生产 而按照一些天气软件里面 有提示 他就说 这一轮降温的幅度 看下去的温度好像很小 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这次降温可能是连带不断下雨 广东人又明白了 湿洞 冬过干洞很多 讲回南天 广州丽湾有一个小区 有老有报料 就说自己的流动电梯 都受到这次回南天的影响 昨天已经开始在这里 因为受潮而罢工 为了排楼梯没办法 但是一看楼梯 不是的 几十层楼 真的受不了 但是问题又 看一看旁边也不是每一道电梯都罢工 是这一栋隔离那一栋罢工 为什么这里的电梯这么容易受潮呢 居民反映的 是广州市黎湾区 东旧新村三级的F4座和F5座 从昨天傍晚开始 两栋楼的电梯就开始陆续罢工了 6点多钟就发现我们这一栋三个都不能用 然后问了物馆 我说上面是不是连通 我能走上面 在隔壁栋再回来再往下走 因为我比较高 然后他问四栋还有一辆能用 然后我们就都走到那边去排队 到了8点多钟 我朋友就说 隔壁那一栋唯一能用的那个也坏了 记者今天走访见到 目前F4和F5两个流动的电梯厅 都摆有库栏禁止入内 上面挂有提示 由于天气潮湿 线路板故障正在处理当中 记者发现 这两栋楼的内部格外潮湿 地面有一层薄薄的汽水 由于整栋楼高达32层 住户现在只能行楼梯上落 搞到高层住户叫苦连天 夜更令住户不解的 整个小区只有他们这两栋楼 一到回南天的电梯就问题多多 而其他流动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此 记者也去到小区管理处 咨询了相关情况 线路板保护跳杂 跳杂所以要停梯 如果不是停梯 就带病故障 就是担人 这栋F4和F5的设计 设计是不同的F6 不认为通风的 就是说你那个门关不死 它们的潮汽就进入电梯里了 物业人员表示 是因为F4和F5两栋楼电梯厅的通风设计 导致回南天 电梯厅的汽水会灌入电梯井 从而影响电梯运行 从昨天开始 物馆已经在这里连夜清理汽水 并请人来维修 但完全处理好 还需要一段时间 回南天 然后导入船务门锁跳杂 我要去擦肩 才可以看看能不能不跳杂 只要不跳杂 它就可以正常运行 理论上你说它本身不通风 你要弄到它通风的话 就说人家要铁 要敲 要拆 但是本身塞实的风口 是不是真的会相对又容易一点点呢 我想 当然其实我们都是理解的 对其实都说得清楚 大家是想不到今次反潮这么厉害 而施工呢 也要考虑本身的安全性 和对楼宇结构的影响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个建筑其实它真的不算够 为什么当时设计它没有考虑到 广州每年都有的回南天呢 既然今次有了先例 以后各位设计师大佬 考虑了这个自然因素 好像人家珠海 提前已经做准备了 这段时间 过了盛花期的二木棉 树上面挂满了 好像那些牛油果那样的果实 看上去好像是无害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 这些果实它成熟之后 就会出现整个天都是飞水的情况 那怎么办 珠海斗门的越南部门就提前 来了出手准备 珠海斗门区 还有两千多棵美丽的二木棉 再过多一两个月 当二木棉果实成熟 口口的外皮将会裂开 白色的水藏物将脱汗移出 为避免二木棉漫天飞雪的现象出现 同时也为了降低绿化清理的难度 从于中旬开始 斗门区园林绿化所 集中清理美丽二木棉果实 目前已经清理了六百多棵 针对一些种植时间长的 结果大然后又密的 那些我们现在开始统一清理 我们计划大概是三月中旬 这样统一完成 二木棉的棉水本身无毒 普通人接中棉水 并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但是过敏性人群过度吸入 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引起皮肤过敏 或者呼吸道疾病 尤其是对鼻炎 酵喘病人等过敏体质的人影响更大 比如说鼻炎 然后过敏性皮炎 就会造成一些群马疹的表现 它会骚痒 然后会有分团等情况 如果发现骚痒了 在这些飘虚的季节 我们就要远离一些过敏源 如果出现以上症状的话 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及早判断提前准备 这种做法我想是值得表扬 因为年年都会出现的现象 就不可能年年都要等报料 因为上一年就预计了 今年一定会这样 没得说不知道 所以都是抵表扬 当然除非你说油价确实 真的要等通知才知道 今天零时起 国内汽油价格上调每吨125元 柴油价格上调每吨120元 折合到升价 92号汽油 95号汽油 和零号柴油 都是上调一毫子 在广散路的这家加油站 今天凌晨零点开始调价 调价之后 92号汽油 零售价7.34每升 柴油价格是7.5每升 放车司机陈师傅表示 他每个月加油的钱 大概是三千多元 每隔三天加一次 每次大概是40升 这些油价上调一毫子 一个月多了40元的油费 每次上涨都贵一点 是不是 将洗多5元左右 但依然说得油价上升 始终增加了生活负担 本能是今年第五次成品油条价 也是年内第三次涨价 本次调价之后 今年的成品油条价 是呈现三价一跌一割钱的格局 但仲观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汽油的价格总体大概上涨一毫子 而柴油的价格总体上涨大概一毫二 调价后 全贯大多数地区的柴油价格 在7.4到7.6每升左右 92号汽油零售限价 在7.4到7.5每升左右 专家预估 短期内 光际原油价格依然维持震荡走势 但波动区间患小幅走高 新一轮零售价上调 概率较大 欧贝克进一步检测 加上美国减息的延后 特别是美国原油库存的进一步提高 再加上原油成品油的需求的旺季已经开始 所以目前整个国际原油价格 还是小货震荡向上升的趋势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油价好像升了 反应好像都不是很大 昨晚理论上应该有人排队 没有人排队 当然了 开新能源车的无所谓 开电机的无所谓 只不过我们以前是怎么都猜不到 这么快就会无所谓 还有原来大家的无所谓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不再用汽油柴油交通工具 放眼现在的加东出行 可能新能源真的已经占了主流 也所以刚刚我们说那边油价升 那边新能源车企趁势打价格战 你还不来买 据说年后不少市民都胜病 说自己去年买车买早了 看看为什么新能源车的价格 可以一降再降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广州白云区的 几家新能源车4S店 受天气影响 现场的顾客不算多 但大多数都正在签合同 省一点 而且现在它还有10万的免稀 挺优惠的 对对对 还有优惠 体验的话比油车好一点 这台是有点很合的 有点很合的 对 我也有一台新能源 近几日有媒体统计发现 吉利 奇随 尚气大众 还包括特斯拉等9家车企 纷纷宣布降价或限时优惠 甚至打出电车比油车低的口号 意图提高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 本轮车市的降价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车 不同品牌之前的降幅 大概在5%到15%不等 价格下降大概是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有的品牌最高可以降到接近5万元 由4S店工作人员透露 2月下旬起 品牌方就已经下调了多款车型的价格 降幅普遍在2万元左右 近几日为了吸引顾客 门店在礼品上拿出了更多优惠 本轮降价以来 其中一款车型已经售出20台 现在需要排队订货 是想把我们的整个市场赚回来 像这个10万以下的A级轿池 以前是卡罗拉 鲜月 冷衣这些 所以现在我们是想把价格压下去 国产品还是国民企业 所以说还是会告诉客户 告诉消费者 这个成本降了 我们车的指导价也降了 专家表示 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 国外汽车市场 已经进入了新能源车 加速替代传统燃油车的阶段 现在就更加多元化 除了电池 混动 氢能源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的能源车的产生 中国在这波主流趋势上 还是走在比较前列 这次大规模的降价 其实反映市场的需求 市场认可了 然后各家百花齐花 先讲两点 免息贷款还要看手续费 第二 既然大家想抢市场 不如抢升降架市场 因为现在升降架不是太小 不是力量上去 做这个市场 起码多很多单位 很多地方 很多企业 可以容纳到这些新车 去年又说最低价 想不到 开年还可以低价 大品牌新能源车企降价 就是我们说的内卷 极有可能会卷走一批中小型的车企 这次降价 它就是为主要扩大市场占有率 打击竞争对手 体量小的 基本上已经没有本钱再卷了 高端的品牌 除非它真的可以卷到最高端 次高端的极有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出现生存困难 而大家买新能源车 其实都是在拼搏那个品牌的生存时间够耐 价格战一打响 汽车市场马上变战场 今早一睡醒 我想大家应该都留意到一个消息 就是国内黄金价格又创新高 昨天国内触金首息金价都突破了 每刻636元是达到了历史高位 又想买金 但又不想吃虧 那怎么办呢 有人想了一个更加具有性价比的方法 就是去银行买金条 再去金铺加工成为金色 我们都明白 就是不要中间商赚差价 但有没有计算到火候呢 那又是不是真的好处呢 以往大家买金色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找自己喜欢的金铺 买金的金铺 就是有时候在香港买 之前就 不过 随着金价一路狂飙 跨境买金 都未必满足到时下消费者 省到就是赚到的心理 于是 去银行买金轿 再拿去金铺打成金色 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好像这家银行 今天挂牌的金价 是511.29元 精明的老友计过 加上打金费 都比直接到店买金色底 试金的价格会比较高 主要就包括了 是价工费 设计费 还有那些包装费 还有那些中间商的差价 等成本问题 一般来说 如果在银行 例如在公行 去购买这个金条 再去打金 就比你在金店去买 购买试金 会更加划备的 在广州荔湾的这家老字号打金店 至今仍然坚持手工制作 消费者可以在隔离 全程看着整个加工过程 这里的师傅说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 都会自己带金过来加工 而且很多都是提前在网上做好攻略的 中山的刘女士 就预让了今早11点过来打金 他说 在未计手工费的情况下 自己找店铺加工 可以省下不少钱 差不多算的话 一刻要比 要比今天便宜 一个大几十块 或者是一百块这样子 打金师傅表示 加工过程中会存在选耗 但一般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此 他们会提前告知客人 有业内人士提醒 银行金条主要是投资保值 虽然金条纯度较高 还支持回购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一旦打成金息 银行可能不再回收 保值力度也会下降 消费者要分清金息品和投资金 不要以为只要是黄金 升值空间就会和国际金价持平 银行负责人亦提醒 投资者需要理性对待黄金价格 不要盲目跟风 亦可以通过各大银行 和经过国家认可的金行 珠宝店 避免一些非正式渠道购买 防止购买到假冒 或者劣责的产品 方法是挺好的 只不过大家烦的就是究竟 接下来怎么处理金好呢 如果入了股市那些叫股民 投资了金息的应该叫金民 但我想两者可能的心态都是相似的 持有的时候升好开心 刚可以等 但一放了出去 价格如果继续走高 就会觉得自己亏了很多 但事实上可能已经是比买入价高了不少 其实未卖其实是不会存在着赚定舍的 卖出价格高它就是赚 关键是可能不是经济账上的盈亏 而是我们心理账上不可以吃虧 文物方面 今天原名园授首期海外回流文物特展 在珠海市博物馆展出 部分清代原名园海岸堂十二生肖 授首元件将会进行一个月的展出 跨越百年历史 来到和各位观众见面 今天是展览的第一日 不少市民慕名而来 一睹国保文物的风采 十二授首 原本是原名园海献堂前水力中喷船的构件 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原名园后 包括十二授首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被非法掠夺 国保文物由此走上了坎坷的回家之路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 众多流失的文物陆续回归祖国 而本市展出的牛手、虎手、猴手文物元件 在2000年回归 在2003年回归 本市展览将从今天起到6月2日在珠海市博物馆举行 其中4月7日到6月2日期间 展出的是授首文物仿制件 除了原名园授首之外 各类海外回流文物也将进行展出 包括双周两看时期的国保级青铜仲器等 香港发生了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 有一部私家车和一部的士在香港沙田大老山公路碰撞 两名司机落车理论期间被尾锤的货车撞到 私家车司机死亡 的士司机头部重伤 货车司机被捕 从行车记录而可见 出市的的士上午辆10点半 沿香港大老山公路南行 开到石门回旋处的时候 由快线切到中线 怀疑撞到一直在中线行驶的白色私家车 两部车之后停在中线 白色私家车打了双闲 两名司机落车 降至检查车身后 站在路上里论 近两分钟后 一部货车突然驶过 撞向泡式私家车 再撞到两名司机 由于冲力很大 的士被推前到快线 私家车就被撞开到慢线 68岁的私家车司机 被送往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后证实不治 53岁的的士司机 伤势也很严重 至于58岁的货车司机 就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有专家提醒 一旦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意外 如果车和人没什么大外 不应该停留在中线 或者放在线上 在一些快速公路上高 很多时候后面的车 可能是没有留意 或者他都没有想过 在中线上高油车停下了 你就必须要尽快 找个安全位置 比如摆在路的左手边 或者慢线停下了 你就找个安全位置 是不是摆一些 我们的三角牌 或者一些有颜色的桶 在后面 让后面的车 是容易拆掉那里 都是要找个安全位置 才谈谈这些赔偿的问题 不过如果车祸够严重 例如有人明显受伤 最好不要移动车辆 等待救护人和警方调查 高速公路出意外是很危险的 因为高速意外的本身危险 也因为高速停留等待处理更加危险 这次的意外对各位司机 我想是有警醒意义 往往在意外后的次生意外 才是最严重的 说到其他 我们平时会播剧 网上播剧 播剧的时候 尤其只有你一个人播剧的时候 很多人怕寂寞 专门点开了弹幕来追剧 在弹幕里面 你发现好像有些嘴提 你想讲的帮你讲了 甚至有些想不到的金句 他都跟你讲出来 大家好像陪伴着看 很有共鸣 有大学教授因为这样 得到啟发 将这种形式应用在课堂上 效果是怎样呢 当然都要看是什么大学 我们去清华大学的课堂看看 新学期 清华大学基电系教授于阴杰 正为大一学生 讲授着电路原理科程 有别于其他课堂 这堂课 同学正以淡漠的形式 将自己的思考反馈给老师 教室大屏幕上 会实时飘过一寸又一寸的文字 在刚才这个90分钟课里边 总共我这个班80个学生 发了671条弹幕 你看这些 当前的这些 就是我在课堂里 问的一个思考题 过去这种思考题 我问出来以后 我就只能说 比如说董同学 你什么观点 总的效率低 清华大学 未央书院大一学生孙维说 在80几个人的大课中 他经常不敢向老师提问 但发弹幕就好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有的时候可能我并没有发弹幕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另外一个同学 他所说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地对 对我非常地有启发 不过 对于是否开启弹幕课堂 于教授一开始都猶疑过 他担心弹幕太多 又回应不及的话 会打乱课堂的节奏 我一开始也觉得弹幕是一个捣乱的 但是我做过很多次调研 很多学生告诉我 开着弹幕是通过这个视频为载体 了解学生别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有此就很有感受 就是说学生跟学生 就每一代学生想法是不一样的 于教授说 新的技术手段 令传统课堂的以老师为中心 变成以学生为中心 不单只可以实时了解到 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从而及时调整教学进度 还大大提高了课堂的思维活跃度 这种破碎感 我作为现在 给00后上了好多年课的老师 我觉得是对的 是好的 原来这90分钟 我准备得好好地 我会把这部分内容 给你讲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件事 我越来越意识到 不是特别重要 更重要的是 课堂上同学们 思维活跃水平更高 这样的 给大家去淋漠 还有它有没有出现淋漠 可能不是同一件事 就算上网看视频都是 关键是要看视频质量 就是老师讲课的质量怎么样 而淋漠内容 是不是效果好 是不是守规矩 其实就好看 老师 这个讲课的老师 在学生心里面的地位 清华可以用的 不代表所有学校都可以用的 大家各自评估 最近网上有关 不小心拍到语文货本封面的话题 就火爆出圈 因为有人发现 原来自己随手一影的美照 和语文书的教材封面 适配度超高 于是各地网友就开始轮流 将自己的家乡 送上语文书的封面上 这份中式浪漫 如果来到广州 你会选哪一项 最美的木棉花 广州木棉虹 三月天春风 这首诗我都很熟 每年都可以拿相机四华去拍 广州是一个英雄城 木棉花就是英雄花 有一个代表性 华龙大的樱花 紫金花 海中湿地的公粉 紫金花 还有云山房的白枫林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 小马亚打卡到地 晚上的衣服好看 我觉得地标 广州塔 CVD的几百名 夜景 夜景日落很漂亮 白云山 因为白云山 是我们的阳城白景之一 80后的 我们都会经常去白云山 所以都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 广东的白切鸡和肠粉 那个虾脚 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的 最值得纪念的就是烈士领域 前辈怎么样流血流汗的 红领巾是什么意思 烈士的鲜血染 我会推荐路虎公园 它生态很好 然后就平时很多人在那里观鸟 很舒服 空气很好 厚招湖那边的新文化馆 孙中花纪念堂 也有教育意义 英雄花在这里 代表我们港宙的城市 第一个猫 广州动物园 因为那里有我最喜欢的大虹猫 因为大虹猫在我心目中 已经是非常之有意的 博博鸽 西关会比较有代表性 因为那边广州文化的发源地 肯定是珠江 那么这个河流是存在着很多上千年的文化 在我心中 珠江永远是一条非常有合理繁华的一个标志 当然是拍回南天的场 在梅州大埔苑大麻镇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过了正月24这个年才真正过完 我喜欢这里 每年这一天 来自各地的游客周边的村民都会会聚去到这个地方 来参加迎先人姑婆民族活动 什么来的 看看 昨天是农历青月24 古色古香的梅州大麻镇街道 将灯热彩非常热烈 加上居民门前聚集的神台上 摆放了钢式造型的果盘 还有鸡鸭等供品 从早上七点多开始 大家抬着安放姑婆排位的轿出宫全游 由大麻镇小楼村的光氏瑞孙 组成旁大的罗古队 高举几十个光氏灯笼 和钢式番茄一路聚行 巡游的队伍先到附近的村落 到晚上再回到大麻镇 夜幕降临 劝丽的烟花炸响天陣 村民聚集在自己家门前敲锣打鼓 在鞭炮声中迎接先姑婆的到来 昨晚的营姑婆活动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感受独具特色的民众文化 我们这边摆的东西都特别丰富 一厢最深刻的就是人都非常热情 特别像这边打鼓的这些螺虎队 特别有精神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非常的厉害 湖南的刘阳过来了 开车一千多公里过来的 这里的浮文化听说很浓厚 今天我来了以后 真正地感受到了 这里的浮文化 跟传统文化的传声 就非常非常地传得非常好 很多小朋友 老老少少都会打螺虎 打得翻天洗地的螺虎 打得非常很妙 希望自己和家人 可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然后开开心心的就很好 传统人呐 排单全网 平安冠冠冠 又客家幸福 永远平安太极 民族节兴又好 阿玛又热闹 然后过完二十四才过年又好 就是他们说他可以 二十四之前一路休息 我想就更好 攀手共进 玩具快讯 有摄影爱好者 近日在青海省天晋远城境内的黑布河畔 盘摄到野生猫猫种群 据粗略统计 这个种群共计猫猫四十几只 距离最近的城区住宅小区近四百米左右 猫猫是一种体型较大的绿种 属于中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通常生活在较为偏远的山区高原 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 令野生动物不再隐居深山 逐渐变得亲民 屋企住在四川省雅安市保兴园 风筒寨乡的村民黄国民 昨天通过调取自己家门口的监控发现 3月3号凌晨 一只新型健壮的成年野生大红猫 光顾了他家的小圆 并在旁边的菜园里面逛着一圈后 才慢慢离开 今天《玩具最新闻》 我们先看这么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玩具最新闻》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和速电号全天会刷新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继续关注 《玩具最新闻》 《玩具其实》 《玩具最新闻》 情人之間的